那這個坐骨神經痛 它其實它就是一個發炎嘛 那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注意 我們的生活上面的一些行為或習慣 減少這個發炎的產生呢 根據我個人的這個臨床上的發現 所有的骨骼肌肉系統的疼痛 跟我們過於僵硬有關係 應該說所有的疼痛的開始 你要先想到它的有沒有太緊 你怎麼先讓它緩解 最簡單的是什麼 大部分的醫生在臨床經驗發現呢 很多這個坐骨神經痛呢 其實是因為姿勢不良所引起的 所以有八九成的患者 可以透過自我復健 還有改變日常的生活行為 其实都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 所以这一集呢 要教大家做骨神经痛的时候呢 有哪些自我修复的方法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留言 还要记得分享哦